今天的美国还是移民的天堂吗? 恐怕很多人会对这句话开始摇头了 不过对于那些住在中南美洲落后国家的民众来讲 他们很多的亲人在美国 美国代表的是经济的富足 代表是生命的重新机会 代表是下一代重新有机会正常的成长 因此偷渡的人从美墨边界 以及当时的加勒比海沿岸 不断的蜂拥而至 美国人想尽了很多办法 但是这些移民 特别是走私的人蛇集团 也想尽各种对策 于是悲剧不断的上演 最近一出悲剧 就是一个货柜车满装着偷渡的移民 最后货柜车出了事情 上面的移民都闷死 死者高达51个人 其实这类悲剧过去五年来层出不穷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 为什么五年来这些悲剧不断的发生 以及美国人就是拿不出任何的对策 以及这些移民走上这些死亡之路 他们当时的心情的焦虑 以及最后又为什么不能够及时撤离 6月27日平平出勤的直升机 和没断过的警笛声 狠狠划破美国德州圣安东尼奥的 一片平静 这辆被弃制在铁轨旁 挂上白色货柜的连接车 鲜红色车头掩不住血腥味 因为当天傍晚近6点 一位在案发地附近上班的民众 慌张地打电话到警局说 这台车上有成对的遗体 部份遗体甚至散落的事故地点 约70公里处 且当天非常热 户外就有摄氏39.4度 更别说被丢在一旁的货柜车 闷热窒息的车厢内 恐逼近50度高温 警销发现第一时间 46人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另外16位幸存者紧急送医后 仍有7人不幸死亡 这是美国非法移民偷渡史上 最惨重的一起死亡事件 警方初步推估 非法移民疑似透过人蛇集团安排 在当天下午2点45分 在德州南部的拉雷多上车 车辆的恩西纳通过检查哨 45岁为德州本地人的司机 萨莫拉诺的模样 也在这里首度曝光 车一路开了近250公里 新京盛安东尼奥郊区时 突然抛锚 没想到司机居然不顾人命 要弃车逃跑 警方到场后还扬装成受害者 目前包含他在内 共有四名嫌疑人被逮 据美国公民身份的司机 和28岁的马丁内斯 分别涉嫌非法走私致死 和共谋非法运送移民致死 另外两位墨西哥籍嫌犯 则涉及非法持有武器 美国国土安全部 也已经展开刑事调查 目前超过半数离难者 都来自国情腐败 贫富差距极大的墨西哥 瓜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三国 事发隔天当连接车被移走 不少民众都前来悼念 这些美国梦的追寻者 已知离难者中 至少四位来自洪都拉斯 其中一位是28岁的拉米瑞兹 他为了害在美国的妈妈 和姐妹团聚 不惜铤而走险 无处可去的还有这对兄弟党 他们的母亲不愿多说 仅透露两个儿子起诚时 很焦虑却也充满期待 这些非法移民者的矛盾 其来有自 因为在美国梦的险途之前 他们几乎都活在贫穷 匮乏且绝望的环境里 七年前这一幕 让世人留下深刻印象 德州警方在公路 发现一辆可疑货车 没想到一打开后车门 竟掉出39位脱水缺氧 几乎没了力气的中美洲非法 幸运的是他们全活了下来 可是两年后 这份幸运却没有持续 2017年10月 一样在圣安东尼奥 一家大卖厂旁的货车 被发现再有十具 非法移民的尸体 他们全因高温混沌异乡 年复一年的悲剧 之所以在同一个地方上演 因为圣安东尼奥和墨西哥边境 只距离250公里且地处交通枢纽 一直都是边境偷渡者的转运站 这里甚至被称为 移民最致命的地方 当时在货车内死里逃生的 德桑托斯就曾回想车内情境 这样的折磨长达三个小时 德桑托斯被救出时早已失去意识 整整昏迷了三周 他说为了养三个孩子 在墨西哥每个月赚的300美金 根本不够 肉到美国可以赚上5000元 现实所逼他最终才会拿出 6500美元请人蛇集团引路 但这些燃血的美国梦 却没有阻止同路人前行 记者身旁的美墨围墙 早已被美国总统拜登 勒令停止修建 拜登上任后 一改川普零容忍的移民政策 为国家发展和劳动力需求 采特赦 包容和宽松走向 欢迎更多人来实现美国梦 这也助长更多非法民营的梦想 去年全年 173万名非法跨境人数 达到15年以来最高 但今年光1到5月 就已经累计153万人 我認為是很驚喜,政府有很多 在移民政策上有關 有約90幾個移民的行動 已經在移民上的最初100天 但是他們還沒做到 答案就是拔不了的兩大川普移民政策 一個第42條法案是以疫情為由 要求盡快驅離非法移民 以保護美國公衛安全 另一個移民保護協議或稱 留在墨西哥計劃 則要移民者先待在墨西哥 等美国法院通知 但一等就是数年 在这个基础上 美国目前怎么安置非法移民 就成为记者和抛弃的地方 不理解他们的地方 因此记者亲自驱车 来到墨西哥边城提华纳的庇护所 并访问了在这里的一位非法移民 他宣称滞留美国时 遭到美方的恶意对待 谋天被要求搭上飞机 再转乘巴士 几乎都是看到提华纳的路标 才知道自己被送进墨西哥 提华纳从2016年 共五个庇护所 至今已暴增到30多个 当移民问题 在营惨案受到关注 拜登连两次都废除不了的 移民保护协议 最高法院进在30日裁定 拜登有权结束这项 实行达三年半的争议政策 德州的边境检查站 要从现在起强化各项取缔 透过X光或警犬 揪出卡车内 所有可能的大量非法移民 避免死亡卡车的恶梦再现 只是对年年百万名 非法移民者来说 留在慢性折磨的国家 不如拼一口气 踏上亡命卡车 他们不在意 美国高尚的移民政策 有什么改变 他们只知道 移民这关若过不了 绝望的人生 和待在高温的货车 又有什么分别